阿 變雜之養 阿 哇 多大 哪耶 所 阿 好 各位唱得很好 如果你要這個音樂請你看這一頁上面有打上大寶法王光番網站 光番的網站你可以自己download 好 現在翻回來 意思的部分因為我已經解釋過了 所以我沒有時間了 請大家翻開第58頁 好 請看幻燈片 所以西藏人過年的時候 常常要點燈與發願 西藏的拉馬為全世界的和平而祈求 所以我覺得有些大乘的道場 過年的時候也有點燈跟發願是很好的 若沒有的話呢 我也覺得值得提倡跟鼓勵 接下來再看 五十八頁第五行 毛二 約煉木心明開寫 看祭壽 好 煉木心請看一下英文 regrading the opening manifesta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clearly by the practice of the thinking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old Buddha with the warm heart 特別是 thinking about the quality 念佛真正最殊勝的是在念佛的功德 當然下手處你可以透過念佛的名號 但是假如你是嘴巴念佛而心不想佛的功德的話 那就跟念佛機一樣 你有沒有看過念佛機往生的時候長個翅膀 就這樣飛過去的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意識 它只是個聲音而已 所以真正念佛有功德是 你嘴巴念佛心要意念佛的功德 請看八十須 諸佛滅度以後 若有人他的心非常的善良很柔軟 如是這樣的人 以清靜的煉木心來理盡佛想佛 這樣的眾生的話 將來也會眾到成就無上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的正音 所以叫做皆眾以成佛之道的正音 請看幻燈片 所以西藏的人真正修行應該大禮拜 拜佛拜十萬拜 各位老菩薩可能有些人會跟我說 師父啊我不認識字 我也不會念經 我會念佛 那怎麼辦呢 拜佛 拜佛對老人家運動是最好的 一天先從拜一百拜或是三百拜開始拜起 剛開始拜的時候會不舒服 的確心臟會不好 沒關係 拜個十五分鐘你休息一下 喝口水然後繼續再拜 拜佛是最好的運動 也是燦除罪業的很好的最方便的功德 西藏人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要拜完十萬拜 請問你想想你拜過阿彌陀佛十萬拜嗎 加油加油再加油吧 成佛不是那麼容易的 很多人在無量的橫河沙世界啊 是很精進很精進的 所以老菩薩看不懂經看不懂書 沒有關係不要氣餒 你也有佛性 可以念佛 點燈 發願 也可以拜佛 接下來再看第三 卯三 共設立 約共設立明開弦 在五十八頁第十三行 請看經文八十一頁 諸佛滅渡以後供養設立者 可以起萬億的種種的寶塔 用金銀琳玻璃 玻璃或是各種的珍寶 八十二用車渠 車渠是海底的一個白色的寶物 也到七寶之一 新加坡跟台灣有很多都有車渠念珠 我想不用解釋你應該了解 瑪瑙玫瑰 琉璃的珠寶 清淨的廣大的莊嚴 較适於珠塔 所以真正共塔 應該是非常清淨莊嚴的 假如你沒辦法用珠寶 那你可以用八十三頌 請用石頭做的也可以 放沾潭的香 沉水的香 或是木蜜的香 或其他的材料 乃至於磚瓦泥土做成的都可以 最重要是你的心 八十四 若有人於曠野中 基土為一個佛的寺廟 乃至於一個童子 童子就是小孩子 遊戲在海邊 像你們到聖陶沙海邊 很多人會堆很多可愛的聖誕老公公 你可以教他堆佛塔 堆佛塔有佛塔的功德 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 在這裡 請看一張幻灯片 這是尊貴的皇教 拉玛索帕仁波切 這個大乘法脈中心 全世界的設立展 事實上我拍了很多設立 連加瑟佛的設立 我也拍了 那天我還拍到 噶馬巴的設立 宗科巴大師設立 然後很高興的是 宗科巴大師的設立子放光了 是真的 我親自看的 我非常的感動 但是很抱歉 我的硬碟有點壞了 所以只有這一張 可以拿得出來 所以其他的部分呢 以後有因緣再給大家看 共設立有設立很大功德 妙法蓮華經理佛也說 他為了要讓未來的眾生 心盡的修福修慧 障礙很多 沒有福報 所以共設立也是一個功德 但先決條件要知道 這個設立是真的 不可以是假的 如果有人是拿假的設立 來騙別人 那也有不好的果報 我只能點到為止 第一個佛滅度以後 他用三昧真火火化自己的身體 然後燒出八萬四千苦物 在大涅槃經講 八個國王過來 就為了要搶設立子呢 就要打仗 後來呢 加社尊者說不可以 你們都是佛的弟子 現在為了搶一個佛的設立子 要殺身是不可以的 最後加社尊者就主持 所有的設立子由八個國王平分 很多的寺廟平分 然後各個寺廟都取 各個國王都起寶塔來供養 那經過歷史無常的因素演變呢 最後呢 到了一二世紀的時候 阿瑟王 阿裕王 孔雀王朝的阿裕王呢 就把所有的設立子 全部寄集起來 然後做無遮大會 然後呢做了八萬四千個塔 然後他 因為阿裕王是轉輪聖王 他很有福報 所以他命令鬼神說 我們一起發願念 釋迦摩尼佛的名號 如果這個光照到哪裡呢 你的設立塔就供在那裡 所以就從印度往四面八方飛 那中國大陸的阿裕王寺 就是當時真正釋迦摩尼佛的設立子 所以你若有緣去中國大陸朝聖的時候 到阿裕王寺的時候 不要問一下 請問我們可以真正頂禮 釋迦摩尼佛的設立子嗎 這有禮貌跟常駐溝通 假如你能頂禮的話 是非常非常有福報的 所以供養設立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功德 然後呢 但是我會建議你 現代的人心很不古 也就是說好人很多 壞人很多 若是你這個寺廟裡面 有佛的設立的話 請你要好好供好 也要鎖好 免得被人家偷 台灣就發生佛陀設立 被人家偷的 因為他知道是寶啊 哎呀 其實他偷這樣子不好的惡業 接下來 為說這個用沙子 再看經文 第八十 對不起 剛才我還沒有講完 第八十四宋 八十四宋裡面呢 這個說童子做遊戲 拒沙為佛塔 將來也成佛道 我講一個剛才阿育王的故事 阿育王喔 他在佛滅度以後 一二世紀的時候 是轉輪聖亡 之前多生多節 有一次呢 他是小朋友 他很愛玩 可是他跟人家玩的時候呢 都是半家家酒啊 都是玩那個沙啊 寶塔啊怎麼樣 只有有一次啊 有一尊佛出世了 他看到佛啊 非常的莊嚴 大家都排隊要供佛啊 拿食物供養佛 金銀珠寶供養佛 結果呢 他是一個小孩 什麼都沒有 他突然想 糟糕我也要供佛啊 我很歡喜 他很虔誠 他突然想 我沒有東西 我前面有一把沙 就拿起來了 就跑到佛面前說 佛頭我可以供養你嗎 佛說善哉善哉善男子 你虔誠的心 我當然接受你的供養 佛的波本來是裝食物的 他就把沙就放進去了 然後旁邊的說 不可以 他說沒有關係 佛一念咒以後呢 沙就變成了金銀珠寶跟食物啊 所以 因這樣的虔誠供佛 阿瑞王呢 對不起 阿裕王的前身 後來呢 就生生世世在行菩薩道的時候 在釋迦牟尼佛滅度以後 在大乘興旗的時候 他就成為轉輪聖王 所以講這個故事可以告訴你 你看喔 一個真心供的人啊 佛不會在乎你供他什麼東西 佛不會說喔 我看一下那是什麼 喔我要 這個呢 我不要 甚至我可以告訴你 外道印度在的時候 佛在世的時候 外道有時候 忌妒佛 在食物裡面是放毒的 可是佛呢 他還是接受供養 再講一個例子 哎呀 我內心有太多的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了 時間有限 有一次呢 佛接受一個國王的供養 可是呢 外道非常不高興 就混在裡面 也做供養的禁人 結果他把所有的食物都下毒 結果那一天呢 佛接受供養以後 就告訴比丘說 不要吃 你不要吃 我可以吃 然後佛呢 就先念咒 念了咒以後 所有的食物就化為甘露 他吃 可是呢 佛自己吃了以後 就拉肚子了 拉了肚子呢 佛生病了三天 過了三天 胃腸清好以後 佛又好了 然後弟子就很明瞭說 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 因為現在供養的裡面 有人起嫉妒心跟稱恨心 他是我們過去的二人 所以他在食物裡面呢 下了毒 然後呢 可是是國王供養我們 所以我念了一個叫解毒咒 然後所有食物就變成甘露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佛是大慈大悲啊 連壞人要害他 佛還是接受的 但是佛有他的功德力 所以可見 你供佛或供養三寶的功德 或供佛塔功德是很大的 最重要在你的心 接下來再看五十九頁 曼四 約造佛向明開顯 八十五頁 若有人為了佛教的正法助持故 建立各種形象 雕刻各種種像 這個人也種下了已經成就佛道的因 八十六 或以用七寶所做成 也可以用石頭或紅色或白色的材質 或是銅 乃至於白蠟或千玺 鐵木以及泥都可以 八十七 或以 橡膠 橡膠現在講的plastic 塑膠的也可以 用布也可以 顏色 用種種的莊嚴染布 做成佛像 如是之人 也都已經成就無上的佛道 所以造佛像也是很有功德的 但是要你有親近的心 好 接下來看幻燈片 這是五台山大顯通寺的文書店 各位 外面你看到這是金色 有一個香港的蓮友 供了好幾百萬的港幣 全部圖黃金的 很贊叹嗎 這個就是他的心量 要贊叹他的福報 為什麼 因為裡面供的是 從五台山最殊勝 甚至聽說很有感應 而且會說話的文書施力菩薩 這算是西藏的造型 銅柱的文書施力 結果旁邊雕的全部是銜接千佛 所以 這就是供養佛像 接下來 應該你很熟 找我這張圖片吧 雙靈寺 對不對 雙靈寺共 這個 藥師佛 釋迦摩尼佛跟阿彌陀佛 雙靈寺重建的時候呢 這個佛刊上面有 過去七佛 有 家瑟跟阿彌陀佛 這也是非常莊嚴的 接下來這張哪一張 佛雅寺 對 可見新加坡是真的很有福報的 真的很有福報 我是很真心的 有時候我會鼓勵你們 有時候會讚嘆你們 不過不要讚嘆太多 讚嘆太多 待會出門 嗯 尾巴又翹起來了 你看 師父說我們新加坡 也很有福報 精進 精進 再精進 所以 很讚嘆佛雅寺雕的唐朝 木雕的彌勒菩薩像 這個在台灣都看不到 所以 造佛像是有很多很多的功德的 所以你能夠發心 隨喜 合家 這些都是很大的功德 都是累積你的福德之良 好接下來再看第五 毛五五十九頁第二十五行 曰畫佛像明開顯 八十八宋 若有人彩畫 做佛像 擺佛莊嚴像 做自己做 或教別人做 這個都已經成就無上的佛道 在南傳可能呢 比較少 大乘呢 在佛學院裡面是交出家中 或在家去世 要念書法或畫佛像 這是很好的 但是我要再說一遍 要以恭敬心 最好栽戒沐浴 不要呢 是叫散乱心 愛怎麼畫就怎麼畫 我有看過很多人畫的觀音 真是亂七八糟的 我覺得那個不好 我是跟你講真話 好 你很虔誠的恭敬心 你畫出來的佛像啊 就像道政法師畫的 有沒有 阿彌陀佛 每一個人看到都會歡喜的 畫佛像是要清淨心 恭敬心 而不要像藝術家一樣 是炫耀自己的才華的 你在觀世音菩薩面前 是沒什麼才華的 不用炫耀的 好 西藏的拉玛 聽好 畫佛像不但是一個功德 畫出來的佛像 是讓你禪修的所緣境 比如說你畫一種阿彌陀佛 就是讓你打坐觀想用的 所以西藏的拉玛 大部分都要學畫畫 畫探卡 這是很好的傳統 可是我們大秤呢 只有最近幾年才被提倡 所以畫佛像 你以菩提心來畫的畫 也是有功德的 所以兒童佛學班 或青少年佛學班 我覺得可以為他介紹 佛菩薩的故事 為他請他們畫佛像 或畫佛的本身故事 連環漫畫 都是非常好的 值得讚嘆 請看八十九 乃至童子系 若草木及筆 或以指甲爪而畫作佛像 有些小孩子在地本上 用草啊木啊或拿筆 或在沙上呢 用這個指甲畫佛像 畫完他就把它去掉了 這個也有功德 所以各位 下次帶小朋友去海邊 有很多事可以做吧 可以居塔 做聖誕老公公 都沒關係啊 來你說你做個佛塔給我看啊 你喜歡觀世音菩薩 你做個觀世音菩薩的臉給我看啊 度眾生要有善巧方便 九十如是諸人等 漸漸俱俱無量的功德 具足大悲心 皆以成就無上的佛道 是重成佛的因 我剛才有說過 不是立刻就成佛 但是他可以重成佛的因 但教化無量無邊的菩薩 將來就可以度脫無量無邊的眾生 好 接下來看畫佛像 這張是台灣南部的一個寺廟 背後是按敦煌壁畫畫的 千手千眼大悲觀世音菩薩 前面這尊是準提菩薩 是雕像 也非常非常莊嚴 所以敦煌壁畫裡面 也有很多很了不起的 接下來看敦煌壁畫的文殊勢利菩薩 在唯摩皆經裡面呢 大家都怕唯摩皆居士 最後釋迦牟尼佛問說 誰願意帶我去慰問唯摩皆居士啊 最後文殊菩薩說 我世尊釋迦如來 我帶你去見 去慰問唯摩皆居士 那因為所有的大委會大眾菩薩 那身文中啊跟菩薩中 都被唯摩皆居士科斥過 都講不贏他 只有文殊菩薩是智慧第一 空性第一 所以文殊菩薩要出動 那文殊菩薩要帶釋迦摩尼佛 去慰問唯摩皆居士 他是視線的 那所有的與會大眾想 哇這兩個人在一起 一定有好戲看的 所以你看 所有的與會大眾 通通都出現了 這是敦煌壁畫 所以文殊菩薩是諸佛之師啊 所以我希望我這次 能夠在海韻古寺 以及佛教青年紅法團 為大家講佛法當中 我有個很真誠真誠的提醒 不管你家裡的佛堂 是大圓滿大爆滿的 請你供一張華言三聖的照片吧 拜文殊跟普賢 你有拜跟沒有拜功德是不一樣的 我也做了很多節緣品 所以文殊菩薩 你常常發願 你就會得到般若空會的智慧第一 接下來再看卯六 六十頁第十四行 供佛塔或供塔像 請看九十一 若人看到了佛塔跟寺廟 寶像及畫像 以船方寶冠 靜心而供養 九十二 若有人用做各種的音樂 吹奏各種的腳背 就各種的樂器 在敦煌壁畫裡面 就有中很多的 消笛晴空喉 琵琶琶琶琶琶琶琶 就是各種樂器 用各種樂器來供養 敬詞以供養 九十三 會以歡喜心唱佛的讚頌 就像我剛才教你們唱 這個點燈祈願文 你應該很歡喜的大聲唱 不要怕 我覺得佛教徒裡面 你心不要崩太緊 你知道基督教天主 叫他們唱聖歌很高興啊 佛教徒我當然沒有叫你站起來 要開Party 可是我叫你要用虔誠的心 來讚嘆佛 這是很大的功德 經文講 或以歡喜心 歌拜 有念歌背 沒關係 歌拜 凡拜的拜 歌拜送佛德 乃至一小音 皆以成佛道 好 在這裡講供佛像寶塔 我講一個西藏人最常講的故事 請注意聽 沒關係 今天講多少算多少 講不完就阿彌陀佛 從前有三個人 第一個人 到了山裡面 看到佛像 一尊舊的雕的佛像 觀世音菩薩 然後呢 他去的時候啊 去的時候是天氣比較好 突然快要到了 下大雨 下大雨呢 他突然想 哎呀糟糕 我淋濕了沒有關係 可是這尊觀世音菩薩被淋濕了 他就一念真的虔誠心 結果呢 他就想找一個東西 幫觀世音菩薩頭蓋起來 結果他看了半邊 從旁邊是怎麼 一個本的本雞 骯髒很臭的本雞 有少垃圾的那個本雞 他就想 大背觀世音菩薩 我不希望你的靈雨 趕快把它蓋下來了 然後呢就拜一拜 那因為下雨 他就匆匆走了 走了以後 過了五分鐘呢 有一個人也躲雨來看 哎呀 要求心啊 誰把這個本雞 放在觀世音菩薩面前啊 真是太不恭敬了 觀世音菩薩這麼莊嚴 那個本雞那麼臭 怎麼可以拿下來 怎麼可以放上面呢 他說觀世音菩薩 大慈大悲 他就把它拿下來 雖然下雨了 他就趕快拿布啊 擦一擦擦一擦 觀世音菩薩 這樣子 然後呢雨呢 待會就停了 然後最後呢 哎 對不起 我好像故事講得太高興 忘了一端了 那我想一想 對 第一個是拿本雞蓋起來 第二個把它拿下來 對 好 第三個呢 好 等下完雨以後呢 那他也躲雨完 他走過來 看到觀世音菩薩 因為下完以後呢 是死掉的 就更莊嚴 他感覺觀世音菩薩像放光一樣 他就拿了香花燈果竹來頂禮供養 然後呢 頂禮觀世音菩薩 那這三個人 聽好 都是不同的情況 對不對 可是這三個人 來生都生大飯天王 這是西藏人最喜歡講的故事 表示什麼 在你的恭敬心 第一個人 他看到的是什麼 下雨嘛 他不忍心觀世音菩薩 佛像被淋濕 所以他想拿一個東西 可是當時下大雨 他也淋濕了 他左右看一看 他只看到一樣什麼 就是呢 本雞把它蓋上去 所以他沒有不恭敬 老菩薩你們最喜歡講不恭敬 這個他是真正的恭敬 你要知道他的狀況 那第二個人一看到就 哎呀 怎麼可以呢 怎麼這麼不恭敬 因為他不知道前面的狀況 所以他覺得說 觀世音菩薩不能拿本機 他把它拿下來 又重新拿布 把它洗乾淨 其實他也很恭敬 第三個人是等雨停了以後 他拿最好的香跟花 來供觀世音菩薩 也頂禮 三個人都升到大飯天王 所以可見真正過功德 在你的心 大乘的蓮友 因為你不恭敬 所以進佛門要很恭敬 可是聽好 恭敬不要成為另外一種執著 比如說舉個例子 很多蓮友看到法師都很喜歡恭敬 可是啊 你不要選不好的時間 有些老菩薩也是這樣 啊師父我要供養你 我就說不是這個時候 因為我要去廁所 你不能等一下嗎 你就是很執著 師父我要頂禮你 然後來見我見客的人也是這樣 因為見客我從早見 從下午見到晚 每個人有些問題很長 對不對 一進來就頂禮 頂禮師父三拜 我說不用拜請坐 他就一定很執著 我說趕快拜坐下去 時間不夠了嗎 所以聽好 注意聽 我不是說不要恭敬 而是恭敬在你的心 要有智慧去判斷 所以九十一宋說 敬心而共啞 知道嗎 恭敬不要成為你另外一類的執著 知道嗎 有些蓮友也很執著 一定要穿海青跟不海青 能莊嚴就好了嗎 男中女中分開 要自然就好 這個部分 聽好 西藏人老實說 比我們自在 對不對 他一定不會這樣莊莊的 假假的 會會笑的嘛 會自然的啦 對不對 所以恭敬跟莊嚴不用莊的 真誠跟自然就好 你的心比較重要 這個故事是要勉勵大家的 接下來再看幻灯片 這是我們如是眾妙音 敬持以供養 我們在商業金色開幕的時候 就有兩個蓮友 用琵琶跟古鎮呢 來供養佛菩薩 跟供養一切的眾生 大家很關係啊 對不對 所以佛教音樂是要有人 發心去弘揚 以及去推動的 接下來你看 我們呢 金色每個禮拜五也是呢 跪下來 對不對 那個這張圖片的時候 是拜八十八佛唱悔文 還有唱各種祭壽 來供養佛菩薩 所以大宗佛法是很有殊勝的地方 是有很多法門可以修持的 接下來看 五台山大顯通事 照這個塔跟像 古來的王公貴族跟文武百官 也願意在寺廟裡 注意聽 就是做這個塔 塔上面呢 注意看這支圖的最底下 可能不太清楚 它雕的是佛像 然後上面呢 雕的是 有些是大悲咒 或尊勝陀羅尼咒 這個也是一種功德 也可以度幽冥界眾生 然後呢 你看到這個塔的時候 要順時鐘 又繞三遍 或若繞七遍而發怨 接下來你看 這個呢 是塔 它上面就刻滿了楞岩咒 還有部分的華岩晶 還有很多很多的咒語 非常的莊嚴 接下來再看 塔 本身有時候會放 歷代高深的設立子 或是仁波切或上師的設立子 這個也是一種功德 所以功德有無量無邊的 你都可以做 你沒有那麼多錢 我常常說 有錢出錢 有利出利 沒有錢沒有利 生隨喜心 發怨與迴向 也有功德 但是不要理解錯 你說隨喜功德有功德 你們做功德啊 你做功德 隨喜你的功德 所以功德通通都變我的 那個叫貪心 隨喜功德不是這樣解釋的 我覺得新加坡人有些真的很可愛 很會智慧解釋 隨喜功德是說 我雖然沒有這個能力 我看到你的作 我真正生歡喜心 願你跟一切眾生都成佛 這個才叫做皆已成佛道 再看 藏傳佛教最喜歡見八大設立塔 代表什麼呢 釋迦摩尼佛的八象成道 也代表連施八变 也代表八大菩薩 《妖師經》裡面不是說 靈命中有八大菩薩嗎 為什麼要雕八個 也是八大菩薩 那有時候它會變九個 多一個是雕叫常壽佛 就是希望你的上師健康常壽 所以第一個它會建很大很大的 叫常壽佛設立塔 這樣加起來就變成九個 再來 好 既然這些都是做功德 在藏傳佛教裡面 有最特別的 是大稱沒有 就是轉經輪 Om mani be mi hon 轉一次經輪 所有的經文的智慧 你都能夠得到 這是西藏佛教的 很殊勝的善巧方便 因為西藏佛教不像 我們東南亞這樣子 教育很普及 所以它會有各種的善巧方便 禮佛 拜佛 做佛像 點燈 發願 轉經輪 種種的都可以做無量的功德 好 接下來再看 卯六 請看 卯六的第九十四頌 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朵花 供養於畫像 將來他又可以見到 無量無數諸佛的功德 再看九十七 若有人禮拜 或付淡合掌 乃至於舉一個手 或付小低頭 以此供養佛像的功德 都會漸漸見到 無量諸佛 為什麼呢 請看九十六 自成無上道 廣度無數眾 這些功德都會讓自己 累積福慧 成就無上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最後廣度無量無邊的眾生 最後進入無魚涅槃 就像無魚涅槃呢 魚就是煩惱的意思 就像火完全燒盡以後啊 那個灰啊 心啊也滅盡了 所以哥里告訴各位 我有很多外國朋友 有些外國朋友到我台灣來見我 在我山上 我山上還有一個石頭山 是一百一十年的古叉 他來山上住的時候 其實他根本不是學佛 他是跟我做朋友 那我都會呢 很善巧方便呢 叫他到大殿點個香 Make a wish Your wish can be true 他說Really? 我說Yeah, true Make a wish 他說Can I make more? Yeah, no problem Make as much as you can 好,意思是說 我翻給老菩薩 建議說 若外國人來 在地藏經有講 若佛菩薩一頭足一鼎禮 你拜地藏菩薩或佛菩薩 都會種純佛的緣 所以對於我的外國朋友 我常常會燒香 跟他說 你好好發願 許個願 你的願望會實現的 他就問我 真的嗎 我說真的 相信我 佛法是很不可思議的 那他就會說 我可以許很多很多的願嗎 我說當然啊 多多益善咯 這個就是度其他眾生的善巧方便 所以凡是我的外國朋友 我都把他拉到地藏菩薩面前 燒一支香才可以走 真的 真的 希望來一生 佛菩薩能度他成佛 接下來再看 所以要建塔是 在新加坡 下一張海印谷是千佛塔 也是很殊勝的 千佛護國民中塔 也是很好的 所以新加坡是很有福報的 好接下來再看 毛七 曰稱佛明開顯 這是說明要念佛的名號 先請看英文 Regarding the opening manifesta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clearly by the practice of the reciting the holy names of the any Buddha 任何一個佛的 holy name 就是任何一個佛的萬德鴻明都可以念 所以請看祭壽 97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 一稱南魔佛皆已成佛道 所以任何一個人 若進入了寺廟裡面 縱使他的心是散亂的 縱使他的心是來觀光的 他不是學佛也沒有關係 在印度裡面 很多佛教聖地 除了佛教徒會去之外 印度教的徒也去 因為他知道 釋迦摩尼佛也是很了不起的聖人 所以他們有時候進來只是看看 拍拍照也沒有關係 只要他心恭敬就好 為什麼呢 入於塔廟中一稱南魔佛 將來他也會有成佛的緣 縱使他現在是印度教徒 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在大制度論裡面就有說 有一天有一個老人家 來求佛陀要出家 一到奇緣經社的時候 遇到的是瑟利佛 瑟利佛用神通看 他五百世前都沒有善根 這個老人家很難出家的 他就跟他說 對不起你沒有善根 你沒有辦法出家 我看你在家修吧 這時候他就很難過了 難過了呢 他就想回家 他就流眼淚了 就走著哭了 這時候釋迦摩尼佛聽到 他說來來來來來 我度你出家 那瑟利佛愣了一下 佛陀我用神通關他的緣了 他真的沒有善根 對佛法身從來都沒有中過 一點點的善根 他怎麼出家呢 他說瑟利佛 你的神通只看到五百世而已 五百世以前 一萬年 一萬世以前 有一次他在森林裡面 是砍柴的僑夫 對不對 那他旁邊有個佛塔 他平常呢沒事呢 就去佛塔繞一繞 就這樣拜一拜 這樣子 然後呢有一天 老虎突然來了 他們被老虎追 他就跑到樹上 再要被老虎咬的那一刹 念一聲南摩佛 就因為那個緣 所以今生他可以跟我出家的 所以最後那個老人家 突然就非常感動 他說哎呀佛真是大慈大悲 最後他出家以後精進修行 在很短的時間就證了阿羅漢國 講這個故事可以告訴你 雖然有時候獎金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佛的智慧廣大無邊無邊 我們很懈怠很墮落 可是獎金快要完了 我也要鼓勵大家 一稱南摩佛 畫佛像 點燈都能成佛 何況在座各位蓮友 你已經歸一了三寶 對 有些人受過三規五戒 有人參加佛學班 有人做義工 有人又聽了很多的佛法 有人又送了很多經 你應該也鼓勵你自己 將來一定會成佛 不過這一段鼓勵畫 你不可以曲解 好會成佛 好明天我就去 蹦恰恰蹦恰蹦恰 下個月再來念大悲咒 懺悔 再來拜八十八佛懺悔 這樣不好 這樣是錯誤的理解佛法 你去造二葉造太多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你 你是不會回頭再來學佛法了 因為你的心已經被煩惱蓋住 那時候連佛都不見了 所以古人不用說嗎 學佛一年佛在眼前 學佛三年佛在西邊 學佛兩年佛在西邊 學佛三年化成雲煙 就是講這種懈怠的眾生 對不對 好請看下面佛像 所以這是雙齡寺的多寶佛塔 對不對 所以若人一塔廟當中 他對這個多寶佛塔典箱 他發願 將來他就跟法華經會有緣 知道嗎 過去現在諸佛都是大慈大悲 想盡各種辦法要幫助眾生的 接下來再看銀二 請看六十一頁銀二 曰文經顯了因功德 這是說明聽經有很大很大的功德 請看 九十八壽 若於過去諸佛佛在世的時候 佛滅度以後 你由菩薩或聖人或善知識 若有聽聞釋法 釋法就是指妙法蓮華經 你若在過去佛在世的時候 或佛滅度以後 因為善知識為你講妙法蓮華經 或你聽聞妙法蓮華經 你都會種無上的佛道 好再講個故事 哎呀今天太高興了 在天台中裡面 有一天智者大師有一個徒弟 叫他拿金書出去賽 金書一直賽 然後呢他叫他的徒弟呢 賽金的同時 每天金賽好以後 要送妙法蓮華經 有一個徒弟呢就是呢 以前的古書是叫現莊書 上卷跟下卷知道嗎 那二十八品呢他分為兩本 像我第一次送的法華經 就是上下兩本的 然後呢有一個徒弟啊 他從妙法蓮華經第一卷啊 開始一直送 送到這個二十八品 大概一半十四的話 他全部呢倒背如流 很流利 可是第十五品以後 他怎麼唸喔 嘰哩咕嚕咕嚕咕嚕就唸錯 他覺得很奇怪 我很想修法華經 第一品到第十四品啊 為什麼我唸得很流利 下卷的時候呢 他就怎麼唸都唸不好 最後有一天他就問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說 這是你過去的業 你要懺悔 他說師父啊 我很想修法華經 為什麼下面我常常都唸錯 而且心很亂 我就唸不對呢 他說啊 我告訴你 因為你過去是啊 墮落曾經變成牛 你過去也是修行人 但是有好幾次你破了界 造了惡業 墮落變牛 可是牛的時候呢 你還是很喜歡寺廟 所以寺廟前面有動物 然後牛呢 有一天晒晶的時候 你是一隻牛 來聞的時候 你只聞到上卷 廟法蓮華經就跑 然後呢 寺廟的人因為晒晶書 怕你把晶書弄壞 然後就把你打跑了 結果下卷你沒聞到 所以你為什麼下卷念不出來 這是真的 知者大師經這講的故事 後來這個徒弟聽到以後 就淚流滿面 他覺得 不是佛不慈悲 而是我的業力 我動物在畜生道的時候呢 我只聞到半卷的上卷 上下卷 上卷的廟法蓮華經 後來呢 他就問他說 師父怎麼辦 他說下卷 一個字你一個拜 你就拜佛 拜廟法蓮華經 他就拜 拜了三個月 六個月以後呢 後來他在送下卷法華經的時候 送的時候就非常的流暢 也就是他的業已經燦除了 了解嗎 所以過去有聽經跟沒有聽經 還是有差別的 這是說明 對這部經要很舒服 你有過去的善根 今生有這善根 你更應該精進 再看 再給我講一小段好不好 不然會講不完的 對不起 好接下來講未來佛 看六十二頁 這個寄送很簡單 請看六十二頁 第二行 鬼三送未來佛分二 子一送師權 九十九送 未來也是無量無邊的世尊 也是有無量無邊 他們也是如過去的佛一樣 也是用各種善巧方便 為眾生說法 請看 子二 送顯食 分四 醜一 送人 看一百送 一切諸佛如來 一樣 苦口婆心 不疲不厭的 以無量善巧方便 度託眾生 希望佛 進入佛 無有 無漏 就是沒有任何的煩惱 就近清淨無漏的一切種智 若有人文士法者 絕對沒有一個不成佛的 所以可見法華經是非常殊勝的 法華經在中國 與華言經都被稱為 金中之王 還有一部經也叫 金中之王 般若經 好 接下來再看 醜二 送行 看一百零一送 諸佛本誓願 我釋迦摩尼佛不會忘記我 跟過去諸佛的大願 當我行菩薩道的時候 只有一個目標 要幫助一切的眾生 都進入這成佛之道 看醜三 送教 一百零二送 未來是諸佛 雖然說百千億 無數無量的法門 其實他最後的一個目的 還是為了一佛成 一百零三 諸佛福慧兩族尊 知道一切法是無常的 是空性的 無性就是指空性 知道法常無性 常是指時常 知道一切的法 時常都是會變化的 刹那刹那之間 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 這裡無性的意思 就是指空性 佛種呢 是從緣起身的 所以佛所說的一稱佛法 就是緣起性空 接下來再看 第醜四 看六十三 六十三頁第五行 醜四送禮 一百零四送 是法 遁號 駐法位 世間向常駐 於道場之夷 導師方便說 是法 就是說佛所講的法 不管是出世間一切的法 法本身就永遠的如如的安住在它的位置上 舉一個例子可能你比較懂 像我們每天東方太陽會升起 對不對 到正中間 西方太陽落下 當太陽落下的時候 你就看到月亮出來 你看大地之間 它都有一個很自然運行的鬼則 不管佛出世跟佛不出世 它都安住在它一定的位子上跟軌道上 這叫釋法 駐法位 懂意思嗎 我用最簡單的地方比喻 所以 世間上呢 永恆不變的話呢 是因為眾生的業執著 真的 所以它常住 事實上 世間的幻象啊 都是虛妄的 不真實的 始如夢的 佛在成佛的道場的時候呢 他就明瞭了這個真理 所以釋迦摩尼佛會用各種善巧方便呢 說三稱法 再看 鬼四 送現在佛 今天講經講過去佛 講未來佛 現在講第三大段 現在佛 看科判 鬼四 送現在佛 一百零五送 天人所供養 現在十方佛 其數像橫河沙一般出現於世間 十方是世上有無量的諸佛 它都要讓眾生的心能夠安隱 把安隱畫起來 安 你要問你的心常常安嗎 隱 也可以念穩 表示穩定 英文叫stable peaceful and stable 你要想眾生為什麼痛苦 因為他的心不安 not peaceful and not stable 可是一說如是法 當你聽到甚深的佛法 我們中國人常講 心安而理得 對不對 你的心為什麼安 因為道理你明瞭了 你沒有學佛之前很怕鬼啊 可是當你聽到了呢 大眾菩薩到了時候 下次你碰到鬼 你就會用大悲心去面對他 這時候你的心就很安穩了嘛 所以法是真的有好 很殊勝的功德力 再看106 知道第一極滅 第一就是第一聖意地 極是極盡 滅是滅除一切的煩惱 知道聖意地的道理 但是又用各種善巧方便的世俗地 去幫助眾生 所以聖意地跟世俗地 在一個行菩薩道的人呢 他都要學習跟通達 雖然他視線 種種的各種善巧方便的道路 其實就是為了 要度你成佛 為一佛秤故 接下來107 知道眾生所有各種心情 他生生式的心很固執 身心所執著跟信念的 也為過去的習氣跟惡業 習業 習叫習氣 什麼叫習氣呢 習慣而養成的一種氣質 這叫習氣 業有過去的業 也有現在的業 慾性精進力 就說他也有煩惱 但是他的本性當中也有佛性 雖然我們眾生貪嗔之煩惱很多 但是不要忘了 你還有佛性 你會來發心學佛 這個叫善法慾 因為有善法慾 會產生精進的功德力 最後看108宋 不管眾生是聰明的不聰明的 立根的或動根的 佛都有種種的功德力 善巧方便因緣 譬喻原詞 為他隨機說法 所以你才知道 一切諸佛是非常了不起的 充滿大慈大悲的 好 時間的關係 今天的祭送先講到108 明天從64頁 我就會講到72頁 吉祥圓滿 好 接下來呢 因為今天有講念佛 來 現在我們來講念佛訪能 昨天建議你說念佛的時候可以觀佛像 好 請看幻灯片 專心釘 你可以觀最好的是外面的佛 眉一間白豪像 常常想佛的臉 這是最容易得定的 因為這是過去現在未來諸佛 最修持 對這個娑婆世界眾生最容易方便的 你最好的話想佛的兩個眉毛的中間 你也可以想佛的眼睛鼻子嘴巴沒有關係 就專注在那裡 第二個 昨天叫你內靜 觀想自己坐在蓮花裡而念佛 所以觀想在大寶蓮花 就觀想你現在就在極樂世界的大寶蓮花 因為將來你會坐在蓮花而往生極樂世界 叫蓮花化身願 接下來心中可以觀想 你可以放光 現在我們要練習的 好 請坐好 別急 我們還有時間 把心放下 背挺直 左手或右手可以拿念珠 沒關係 現在要練習的是第三個階段 你心中有一尊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站著或坐著都沒有關係 他的臉是朝外的 就跟你一樣是平行的 然後你觀想 注意聽 先不要急 先聽懂了 待會再做 觀想這個阿彌陀佛 你念阿彌陀佛 待會我敲墨魚一起念的時候 從這裡往三百六十度的光一直放 從這裡一個人照十個人 十個照一百個 整個佛教青年紅法壇 全部都是佛光 然後整個照滿了整個新加坡 再照滿整個地球 到照滿整個法界 然後你就繼續觀 假如你的妄念跑掉了 那你就跑回你的心天 然後再想一遍 有時候你念一念呢 你會想到了 我知道很多蓮友現在念一念 手錶幾點鐘了 MRT還有沒有啊 不要急 成佛要很精進 不剎那幾分鐘 真的也請你歡喜心 這是很重要 所以待會念佛的時候 先從心開始觀想 整個身體三百六十度放光 注意這個時候 要觀你的身體是透明的 不是你這種血肉之軀 因為念佛的功德 佛的力量 把你的身體也轉成像彩虹一般 好 看幻燈片就是這樣 佛它會放光彩虹一般 所以你就這樣子念 這是觀想念佛的第三種 那你這樣的話 光的時候注意聽 光當你觀想整個放光的時候 接下來第二個觀想的時候 觀想光往上 是供一切諸佛 供養阿彌陀佛 觀音 世智 蓮池 海惠佛菩薩 你也可以供養釋迦摩尼佛 藥師佛 都可以 就是你觀想一切佛菩薩都在你面前 它很微笑的看著你 光往下放的時候呢 觀想地獄 惡鬼 畜生 小狗 小貓 所有三惡道的眾生 因為你念佛的功德力 跟佛的加持力 它也照到了光 這就像敲鐘一樣 為什麼可以度幽冥界眾生 我再講一遍 分兩次觀想 第一 觀想拿著念珠念佛 從你的心開始三百六十度放光 放一個 全個佛堂 整個佛教青年紅髮團 新加坡跟地球 完了以後繼續再收回來 然後呢 就念佛 然後觀想佛光一半照上面 供養一切諸佛 接下来再觀想佛放光 佛放光照下面地獄 惡鬼三惡道的眾生 觀想完了以後 你的第三個階段 念頭就放在心間 這樣一直念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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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知道嗎 清楚嗎 好 練習一下 好 你可以拿你的念珠了 有三段的觀想方法 阿彌陀佛跟 Twitter 阿彌陀佛 阿民牽 arkadaşlar 阿民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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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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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观想念佛 念出可以放下 观想念佛用在什么时候最得力呢 第一 你念头很清楚的时候 比如你刚睡饱的时候 你体力非常清楚的时候 你就练习观想念佛 第二个 妄念非常多的时候 你也可以练习观想念佛 我教很多方法就是你可以换 你可以念佛号 念一圈 然后换一个方法 可是他的心还是很定的 所以观想念佛有他的功德力 纵使你现在今天只念 108升的佛号 可是你很专注的想 观想的话 你的功德力是尽需空骗法界的 他比那个散乱心念 一万升或十万升的人 功德都还大 因为一切是由你心造的 接下来第三个阶段 可是我们要从早到晚 正念分明是很难的 有时候我们会累 所以第二个阶段 我现在要教持明念佛 也是各位最熟悉的 持明念佛也要练习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临命中的时候 断气的时候 身心分离是很痛苦的 那个时候大部分 只能修持明念佛 假如除非你平常就有很深的禅定功夫 否则临命中的时候 业力现前或病痛现前的时候 那时候很难观想 这是事实 但是趁你在有生之年 精神好又有体力的时候 多念观想念佛 你的念力会功德力更大 你的莲花绝对会比别人大多的 相信我 接下来我现在教持明念佛 先看幻灯片 持明念佛 contemplation on the resitation of the Buddha the Holy Name 持明念佛有三个重点 我把它写出来 你可以抄 第一个 一样心要很清楚 不可以散乱 所以在你念佛之前 一样心要先坐起来 背挺直 肩膀手放松 手可以拿念珠 先看你的念头 不要散乱 接下来 口念心听 字字色心 reciting by your mouth but listening very carefully by your heart Therefore each word can catch your mind 这个就是出自于 大事制念佛原通章 注意 听的时候是听声音 有些连友问我说 师父我在念佛 是不是要想阿弥陀佛的字 这是一个方法 不过老师告诉你 不是很好 为什么 佛像跟身体都要观彩虹的 你干嘛去抓那个 阿弥陀佛的那个字呢 不要去抓 也有连友曾经用这个方法说 可是呢用了一阵子以后 他就没笑 为什么 因为你抓阿弥陀佛 那个四个字 你脑筋用力的时候 你头会胀胀的 甚至会昏昏的 甚至叫dizzy 你就会觉得天昏地遥 那接下来你要看到幻境的话 更不好 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是听他的声音 而不是去抓那个 万德鸿鸣的字 这要先说清楚 听的时候注意有两个方法 一个听自己的声音 我们大乘佛法念佛 都喜欢听沐鱼 在西藏他们是自己念的 每个人速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方法比较好 我没有时间教 或许明天教 我们来练习 我不要打沐鱼 你自己念你的速度 因为每一个人的心的速度 快慢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大乘呢 就是要装钱 要整齐 其实这个对初学很好 对老餐 有时候不一定适用 所以两个方法都可以 你可以念你自己的速度 那你回到家里呢 你也可以放CD 或walkman 听着听 你选一个你听起来 这个速度你最欢喜的 然后呢 你很欢喜的方式 你可以听 放着CD念 很好 所以口念心听 字字要射心 你要听在声音上 注意听 声音在这里 耳朵嘛 所以你注意在这里 我说过 你不要注意在这里 然后心跑去 待会要去吃榴莲啦 那就表示呢 Your mind is lost 你应该是专注在这里 这是听自己的声音 第二个方法是 听自己的声音 跟别人的声音 融成一片 这就是共修的力量 知道吗 你自己在家里念 你的念力就是一点点 可是这么多人 四五百个人一起念 他功德力就很大 所以为什么每一次 我来新加坡奖金 刚开始都要念普贤行愿品 我有很深很深的用意跟苦心 所以待会听的时候 注意听 不要人家念很快 你故意念很慢 像合唱团一样 也不一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故意要跟人家不一样 不要 这个叫做什么 傲慢 这是习性 要改 你要听人家的声音 有时候你气力比较好 你可以大声一点 有些老菩萨也会说 哎呀师父 我今天要做工很累啊 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气力比较好 可以 嘴巴动 不可以闭嘴 注意听 闭嘴是另外一个方法 明天我会教 不可以闭嘴 因为你只有嘴动的时候 你的意识心才会念佛 知道吗 所以注意听 可以听自己的声音 也听别人的声音 第三个就是 静念相继 无有间断 像一条河流一样 不要中断 The pure mind is like a flowing Following 也可以叫Following 也可以Follow 我这边是用Following river Without any stop 就河流啊 这样留下来 所以当你在念佛的时候 持密念佛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能会打妄想 想到一下孙子 但是要觉察力 赶快呢 大声一点 我眼睛张开 扎一扎 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声音 知道吗 要口念心听 自自射心 不要很急的说 哎呀 人家念一万 我念三万 我告诉你 你抵不上人家念一百声啊 你都是在散乱心念佛 那只是个结个缘 我不能说没有用 不过呢 力量不大 所以持密念佛 在灵命中的时候 会特别用得到 西方皆引阿弥陀佛 当你灵命中的时候 你四大分离了 对不对 气已经越来越衰弱 假如你又有癌症 有病痛 你就不要理他 痛也是假的 你越执着痛 他就越痛 所以痛不要理他 你就专注在念佛 所以有些医院里面呢 是怕为了干扰 是不能念佛的 那没有办法 那你最好就回到家里念 持密念佛 注意是听在声音 再看 这个也是灵命中时 你会看到西方皆引途 这个大部分都是 以持密念佛的时候 莲花化身的 当然假如你功德力非常好 听好 假如你功德力非常好 是止观功夫很深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是什么 是这一张 西方三圣是坐的来接你的 那表示你的禅定功夫很深 起码是中辈跟上辈往生 一般人我们看到的 灵中接引图 这个呢 是指阿弥陀佛的化身 来接引你的 知道吗 这是有不同的 好 再看 如果是你 假如以善导大师来说 你也会看到 灵中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那这个是 报生佛 报生 旁边有光中化佛 右下角他是那个出家人 他是上品上身的 第一个呢 是观世音菩萨拿金色莲花台来接他 第二个呢 拿宝盖的是大势智菩萨 假如你看到这话 就不要怀疑 你就跟着佛赶快走吧 就恭喜你出轮回了 好 现在来我们练习 持民念佛 来 先坐好 心清楚而不要散乱 听好 现在这个练习阶段 不要想佛 就只有听声音 要听得很清楚 每一个字都很清楚 如果念头跑掉了 你就钻回来 听自己的声音也可以 听大众的声音也可以 待会为了要训练你 所以我沐鱼刚开始会敲慢一点 我就是看你有没有注意听 我会不知不觉的越敲越快 我就是看你啊 你的心有没有跑掉 所以当沐鱼敲快的时候 就念快一点点 完全专注在声音 声音就在两个耳朵旁边 记得 注意力在这里 心也在这里 不要注意力在这边 心就跑到给浪去吃榴莲了 好 要把它心拉回来 好 我会由慢敲到快 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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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很好 大家念得很好 我也可以感受到 大家念佛的功德力有进步 有进步 不过自己要常常的练习 好 今天就讲精彩 感谢观看